国人眼中的昏君,竟成为朝鲜人的千古一帝,被祭拜数百年。 说起中国的千古一帝,很多人会想起秦始皇,汉武帝,但是对于曾经的朝鲜国来说,明朝的这位皇帝才是千古一帝,没有他,也许朝鲜已经被日本攻占,但是就是这么一位皇帝,却被世人黑了四百多年。 大家好,这里是纵观史书,带大家了解不一样的历史。 他就是公认的大明最懒的万历皇帝,他在位四十八年,而不上班,不开会,不见大臣,不批文件的消极代工,则长达三十五年。 当然,这段历史是颇具正义的。 因为明史是清朝史官编写的,清军入官后,为了得到百姓的支持,极度美化了王国之君崇祯皇帝,那总要找一个替罪羊霸,他们就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三十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。 说起朱义军这个名字,一般人还真有些陌生,当然不包括资深历史爱好者和专业学者,而一说起万历,大家便都知道了,因为他是以二十八年不上朝,以及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著称,更何况史学界还有个著名的论断,这就是明史亡于万历。 自明太祖朱元璋规定一个皇帝指一个年号后,后世便多以该皇帝的年号来称呼其人了,所以后人都知道崇祯,不一定是得朱有俭为谁,可以只知道康熙,却不一定晓得玄业是哪个,这比起大宋朝一个皇帝有十几个,甚至一年中有两个年号的情况来看,倒也简单了许多。 明史亡于万历似乎现在成为对朱一军的盖棺定论,这样说,比起说明亡于崇祯,当然显得要有文化的许多,其中自然是有道理的,但说明亡于燕党,亡于党争,亡于李成良的养虎为患也有道理,这些都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。 总觉得有一篇盖拳的感觉,按这样的推论,也可以说是明亡于财彻一战,因为这样弄得一个叫李自成的成为下岗职工,甚至可以说是亡于朱元璋,因为他取的马大脚,繁衍了后世一堆的奇葩皇帝,如果取的是杨皇后或侯皇后,是不是就是另一番景象了,当然,这是一种扯烂金的说法。 朱义军,明帝十三位皇帝,九岁即位,年号万历,在位四十八年,为大明皇帝在位之岁,五十七岁时世世,妙号神宗,葬于北京十三里。 不得不说,这朱义军运气是很好的。 六岁即被定位太子,上位时无人同他争抢,老师是当朝首府张居正,母亲李氏亦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,而他的大伴太监逢宝,虽有贪腐之席,但却是个有才能的忠贞之人。 所以,他当皇帝后的前十年,老老实实地读书学习便是,其他统统都不是他能管的,由张老师替他统统搞定。 张居正是历史上少有的能臣,他有能力,有担当,执政期间进行了著名的张居正改革,颇有成效,极大的改善了帝国的经济状况,但他对小皇帝太过严苛,遂为自己埋下了祸根。 万历十年,张居正病逝,不久后,朱义军亲政,但他上台的第一件事便是清算张居正,将那埋在心中多年的怨恨,一股脑地发泄了出来。 他不仅超齐家,还封闭张府,将来不及撤出的十余口人,全部饿死,手段不可谓不狠毒。 不得不说,朱义军亲政后的所作所为,还是颇有可圈可点之处的,新官上任三把火,他历经图治,勤奋好学,精力旺盛,夜以继日,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,且生活节俭,有勤勉明君之风范。 他安抚刘明,轻薄姚妇,减轻了民众的负担。 开创了万历中兴之局面,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,他还算是一个有为的明君,至少在他亲政的前期是可以这样认为的。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,在他亲政之际,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争,即平定蒙古叛变的宁夏之义,击败封臣秀吉的抗日元朝和剿灭苗疆暴乱的波州之义,这三次都取得了胜利,不但巩固了大明疆域, 还提高了明朝的威望,确立了帝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。 不过,这是从好的方面来说的,被打败的也有,这其中就还包括同缅甸的明缅之战,以及同后金的萨尔虎之战,而后者直接让后金成了气候,实为大明王国之肇事。 他是在这一时期内,将张居正的一条边法几乎是全盘推翻了,诡异的是,似乎也并不没有给帝国的财政带来恶劣的影响, 相反,取消了一些商民的措施后,还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欢迎,将南工商业的快速发展。 正是在这一时段取得,国内也没有农民起义一类的动乱,整个帝国处于不断的上升阶段。 不得不承认,张居正给他留下了一把好牌,是他出政时的基础。 但随着承平时间的推移,这朱义军便开始懈怠了起来,厌倦处理朝政,对朝臣拉帮结派也疏于控制,后来竟懒得上朝礼氏了,这一拖便是二十八年。 所以总结出来,万历四十八年皇帝中,分为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。 前二十年,他还能在张居正的辅佐下,历经图治,积极认真为国家做些事情,但后二十八年,却完全像换了个人一样,再也不上朝,对于万历皇帝,人们用一个字概括了他,贪。 贪财,作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皇帝,万历居然是个财民。 为了连财供自己挥霍,他派出大量的太监到地方征税,项母五花八门,千奇百怪,五五不睡,五地不睡,弄得民不聊生。 贪生,万历生活奢侈,刚到二十岁就开始着手为自己修建灵器,一直建了好几十年,到他五十六岁死都没有建好。 贪权,万历懒惰自私,二十八年不临朝听政,高唱天下无一时可忧之事,对奏报上来需要处理的事情, 总是不问,搁置,对严重缺缘的政府,不管不问,六不中空了五不,还是不管不问,国家的事情都耽搁了,也不管不问。 后人评论明之王,不枉于崇祯之师德,而枉于神宗之怠惰,尽管如此,他却又掌控着一切国家大权始终握在手中。 探明,他发起万历三大争,就是为了扬名立万,让后世对自己有好的评价。 历史学家黄仁宇对这个人认得很轻,万历十五年,对这个戴政昏庸的皇帝进行了深刻的批评, 为什么会前后差别这么大呢? 都是有征国本事件及之后引发的一系列问题,自己享历的太子梅历上弄得心灰意冷,导致国家运转几乎停摆。 就是这么一个已经被盖棺论定的昏君,在另一个国度,却被顶礼膜拜,奉为神异般的存在,原因的确引人深思。 至于万历皇帝到底有没有三十多年不上朝,我们不得而知,但是万历皇帝在位期间发动了万历三大争,捍卫了大明王朝最后的尊严。 这三场战争就是鼎鼎有名的万历三大争,其实这也打破了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的谎言,打仗这么重要的事情,万历皇帝怎么可能不上朝讨论,难道直接一到圣旨就打发了呢? 万历十九年,日本出兵十六万,也有说十五万的攻打朝鲜。 当时他们十分膨胀,不仅要打下朝鲜,还要吞并中国,最后消灭印度,成为亚洲霸主。 今天就给大家说说万历三大争中最出名的抗卧元朝战争,万历十九年,日本风尘秀吉出兵十五万攻打朝鲜, 他的目标不仅仅是拿下朝鲜,还要吞并中国,紧接着称霸整个亚洲。 由于日本刚刚经历完战国时期,士兵们身经百战,反观朝鲜,整整一百多年没有打过仗了, 所以日军入朝后,势如破竹,直逼王都,朝鲜国王不得不向大明求救, 万历皇帝闻之大为震惊,请全国之力抗卧元朝。 此时的大明王朝虽然已经日暮黄昏,但是他的地位并不是其他国家所能撼动的, 这场历时七年的战争,最终以风尘秀吉病逝而告终,日军狼狈地逃了回来。 此战过后,日本整整二百多年没有踏入朝鲜半部, 万历皇帝也成了日本人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, 万历皇帝虽然拯救了朝鲜,但是也元气大伤, 最后大明王朝被盘踞在东北的后金消灭。 这次抗日元朝,耗资七百多万两,给明朝国力带来沉重压力, 后来明朝之所以亡国。 就跟这次元朝有很大关系,朝鲜对此认识也很深刻, 他们认为明王实际是亡于东征, 因为耗费过多,导致国力下降,才加重赋税, 导致农民起义风起,流口横行, 最终在满清和农民军的夹击下王国。 一方面,万历皇帝拯救了朝鲜, 另一方面,为了救朝鲜牺牲了自己, 这是真正的舍己为人,朝鲜人对这种精神很是感动, 他们专门为万历变了歌谣, 以皇恩,以皇恩,再造藩邦是皇恩, 以皇恩,以皇恩,命江东元是皇恩, 认为万历对朝鲜有再造之恩, 朝鲜人任何时刻都不能亡其大本。 把万历比喻成父母, 中国者,父母也,朝鲜与日本皆子也, 这些都是对万历帝的敬仰爱戴。 出于对万历皇帝的感恩之情, 大明王朝灭亡后, 朝鲜一直沿用崇祯皇帝的年号, 直到清末,仍有人书写崇祯年号, 以至竟然有崇祯265年的纪念。 有人说,万历皇帝如果不去救援朝鲜, 那清军未必能入关, 这些人也许太天真了, 日本如果在朝鲜站稳了脚跟, 他的威胁远远超过了后金, 到时候入关的可能就是日本人了。 今天很多朝鲜学者都把万历皇帝视作千古一帝。 虽然万历皇帝在中国众多帝王当中谈不上什么成就, 但是没有他, 也许朝鲜早就走向了灭亡。 请不吝点赞快乐。